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暗2月23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第一個就是變身魔法娃娃覺醒系統全新更新 變身的部分會新增了技能覺醒 那變身你只要使用這個對應的稀有變身魔法娃娃覺醒書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技能 你可以把它想成變身的技能覺醒就跟娃娃第一階的這個覺醒一樣 那你今天成功覺醒之後你也推出了全新的收藏品 那變身的技能覺醒跟娃娃一樣你透過打怪也可以升級去增加他的觸發的機率 接下來是娃娃的部分則是要消耗多的娃娃把經驗值增加到100%之後 然後嘗試進行覺醒 可以讓它想成娃娃的屬性覺醒就跟現在變身的一階覺醒一樣 但是娃娃的屬性覺醒那所消耗的娃娃卡必須等級小於要覺醒卡片的等級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是吸血鬼要來屬性覺醒 那你只能用重複的藍蛙或紅蛙來給他經驗值來嘗試覺醒 那屬性覺醒它是機率成功的 如果失敗的話就只會返還部分經驗值 那娃娃的屬性覺醒也有對應的卡池 而且這個卡池比剛剛的變身技能卡池還要再好一點點 畢竟這個是機率成功嘛 那卡池的部分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官網自行收看 主要是官方網站他沒有把屬性覺醒得到的屬性給列出來 那這邊小屁就整理了幾個 首先呢第一個就是 金蛙跟紫蛙的部分 金蛙部分你如果成功的屬性覺醒的話 利敏至加2無視減傷加3 負重加1500葉子消耗減少加8經驗加15% 那紫蛙的部分 他的通用的覺醒屬性是負重加1000 葉子加5%經驗加10% 接下來各個娃娃不一樣 增加的屬性也不一樣 比如說死騎 他就是增加利敏至加1然後HP加100 惡魔帕拉丁甘特歐級王力量加2無視減傷加2 巴蘭卡獨角獸力量加2 靜命加2 冰女就是敏捷加2 遠命加2 不死鳥是敏捷加2 無視減傷加2 墮落安黑咒師智力加2 魔法命中加2 安黑長老 則是智力加2 無視減傷加2 接著就是 紅蛙的部分 紅蛙的部分他通用的屬性有負重加500 葉子消耗降低3%跟經驗加7% 那一樣依照各自娃娃的不同 還有再增加額外的屬性 比如說 巫妖 巴風特愛麗絲賽尼絲 智力加1 智力加1 磨命加1 獨眼吸血鬼 青蛙 愛伊爾 利爾 利爾 利澤 勢力量加1 靜命加1 大腳跟阿努比斯 力量加1 無視減傷加1 阿努巴紅 浮世德 伊斯蒂 力量加1 HP加50 騎士泛德跟九尾妖狐 負重再加500 然後物防-1 眼魔木乃伊 伊弗利特 敏捷加1 遠距離命中加1 克特急風 以及狂風 還有南瓜 AC-1 然後HP再加50 接下來是新念之塔二樓的部分 他是跟新念之塔一樓 還有還有奧塔共用時間 全68等以上可以進去 然後每週一到五的晚上11點30會出BOSS貪婪的貝利亞2 那地圖的部分他是有BOSS區 然後入口區跟 4個角落 個怪物暴走區 那他的每週世界副本的任務也是 改成在新念之塔消滅隱藏的監視者怪物三隻獲得葉子300個 一樓跟二樓都有隱藏的監視者 那現在有活動製作持續到3月2號 新念之塔一樓捲軸可以用奧曼之塔的移動捲軸 數量不等來進行製作 那他這邊就只有舉到奧五移動捲軸64張而已 當初韓版是奧一到奧十我記得可以製作 然後新念之塔二樓移動捲軸的部分 則是 要 則是可以用一樓捲兩張來進行製作 這些製作都是活動不能做買賣喔 然後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新念之塔二樓還有叢卵 那叢卵你如果打爆他之後會有機會會出現怪物或是NPC 怪物的話你再擊殺一次 則是有機會可以獲得 移動捲軸或者是 開收藏的惡魔之印 那如果是NPC的話則是 5分鐘內中毒免疫 或者是1分鐘的聖結界 然後這一次也有開血蒙移民 2月23號的晚上6點到2月25號的晚上 5點59分之前開放血蒙移民 這一次沒有免費可以移兩次價格都是1200欄賺 那其他都跟之前一樣 那除了開血蒙移民以無外 這一次也有開個人大移民 2月25號的晚上6點到2月26號的 晚上10點59分之前開放 那這一次一樣是大移民喔 但是沒有免費 開兩次 每一次的 轉移價格都是1200欄賺 那大移民嘛 所以說他的分組就是這樣子 現在台服看起來也是跟韓服一樣 變成每個禮拜都有這種 短時間的大移民給大家移 所以說戰場 到底是哪一邊 目前就 變化多端了 這周也有開放職業轉換 那 跟韓版是一樣的 這一次可以轉換5種職業 到3月9號的 凌晨2點 5種職業分別是狂戰士 暗騎黑妖 龍鬥士跟騎士 然後他這邊也有不能夠透過技能 轉職獲的技能 這個大家看清楚喔 然後 這一次的 職業轉換 基本上都跟之前的條件一樣 只不過就有一個全新的 全新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的 紫技紅技是可以轉5招的 這個跟韓版是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是沒有免費喔 一樣要3000藍賺 那隨著你要多增加轉的東西 還要再多增加藍賺 這個都跟之前一樣 我就不再多做贅述了 接下來是塔拉斯的特別補給箱 持續到3月2號的 台幣活動 這一次是給守護印章箱4個 萬能補充寶石 2顆 龍之鑽石60個 那這個有需求的話就是 斟酌購買 接著是冰之女王支援箱 這是重生伺服器的 達到3月9號 2000藍賺的部分有33抽技能卡 3箱名譽金幣箱 3箱變身製作硬幣箱 跟1張女王製作書 女王製作書2張可以 11抽技能抽卡 4張則是33抽 接著是雅丁勇士的變身組合包 持續到3月9號這個是一般跟今年伺服器限定的 然後總共1箱2000藍賺 每個賬號可以買8次 內容物有稀有傳說變身抽卡券選擇箱死期三種一個 可以把它想成是保底藍 機率值然後他就只有你選擇的死期其中一種 但是他的保底藍 他不是說 一定 稀有藍 所以這個的CP值我個人覺得沒有很高 然後變身 硬幣箱三箱 名譽金幣箱三箱 跟祝福聖水大罐一罐 還有雅丁勇士贈輸一個 雅丁勇士贈輸 兩個可以來做 一個成長材料選擇箱 4個則是可以做三箱 成長材料選擇箱 那成長材料選擇箱可以選擇的東西有 祝福聖水大罐一罐 守護石一顆 或是純白15罐 所以以CP值來講的話我個人覺得這一次 這一箱的CP值算普普 最後就是冰之女皇成長藥水組合包 這個就是 一個月的組合包 一般經典伺服器限定到3月30號 那這一次的部分是有分兩包 都是2000難賺 每一包最多都可以購買4次 首先第一個是 特殊 內容物有33罐 成長藥水 還有一張特殊抽卡券選擇箱 好那這個特殊抽卡券選擇箱 則是 保底稀有藍變 然後機率紅變 或是紫變這樣子 然後特殊魔法娃抽卡 則是有 黑張者拉拉丹迪這些來亂的 所以 基本上應該大家都是選變身 然後冰之女王製作書一個 冰之女王製作書 可以 兩個可以拿來做11抽技能卡包 4個的話 則是可以來做33抽技能卡抽卡包 那你如果是大成功的話就是直接紅祭 那這邊他是有把機率寫出來 大成功是10% 這個就是參考 然後第二包的部分是材料 內容物有33罐 橙藍藍藥水 三香 綿玉金幣香 三香高級祝福粉末香 跟一個冰之女王製作書 然後這次一樣是可以製作這個 玲瓏的稀有變身香 然後玲瓏的稀有變身香 則是五張稀有藍變隨機一張 有保羅 白色幼犬 艾爾芬 神聖魔法 跟紅魔法師 最後這邊系統有 跟大家提醒 你如果有參加這個世界奇妍爭奪戰的 玩家 先不要寫盟移民或個人移民 這個獎勵發放後再移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 失去獎勵資格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2月23號的 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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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民族